嗨,新MSN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陈丽萍 从白白胖胖开始,就已经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了 那我刚才走进来那一扇,我也想知道大家反应是怎么样 还好看到有一些很熟悉的记者朋友对着我点头 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开心,这次有这个机会做这个受伸 就在这短短的三个星期,我真的是瘦了六公斤 我觉得是你会感觉比较健康,会比较轻盈一点 信心可能就是多一点选择,衣服方面有多一点款式可以让我选 容易,比较容易找到衣服出席这样的场合,像洪青大奖这些 观众最先看到我的应该是我这个部分 不只是双脚吧,而且就是 每次人家说double chin,我就觉得是triple chin那些 好,这应该是拍照 拍照,你刚才说再见的一个照片 安哥哥,安哥哥是不是 太明大哥看到现在的你吗? 他在马来西亚 所以等一下要回来开门,哇有贼啊 他去的时候我应该比这个还胖,比我后面这照片还胖 真的啊 那是一个月前的记者照单 那你有一直po照片给他吗? 没有 没有 期待他有怎么样的反应 他现在好忙啊,在拍一场戏 就是他,他应该期待我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吧 上个月他有回来几天 他看到一点点,但是他没有完全吃 他说还可以再继续 没有啦,他反而会觉得说 你现在在积极的减肥,你在控制你的饮食吃的健康 有时候我惨嘴想要吃,他都会提醒我 为什么受不了诱惑,为什么没有discipline 要control,因为现在还在进行中嘛 几位数啊,蛮多数的 蛮多数的,蛮好的,蛮好的 在演艺圈这么多年 不管肥或者胖,观众都接受了我 那当然也是给我的一个excuse,不用减肥 那是我们总容你吗? 这次的出发点我还是以健康为重 嗯,健康为重 那因为之前看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我觉得拍完戏我要好好的 要调整一下身体 健康还是最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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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